哈喽大家好,我是大时候亮哥 现在如果说与双人跳水 想必很多人都会提到陈宇熙和张家琪这对组合 可以说这对中国跳水新龙王组合 征服了对手,也征服了观众 不过在他们早之前 也有许多中国跳水组合的表现 也是可缺可点的 今天给大伙介绍另外一对中国跳水组合 就是这两位来自我国的 炼俊杰和任倩搭档 炼俊杰和任倩这对搭档 也是男女混合组合 今天给大伙介绍一场他们俩的经典比赛 那就是在2017年进行的跳水式赢赛 男女混合双人十米跳台决赛的比赛 本场比赛他们俩的最大拥对手就是英国组合 比赛到底有多激烈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的画面 值得一是本场比赛是 炼俊杰和任倩刚刚配对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比赛开始后 英国组合在第一跳的时候就有着不熟的表现 这一跳他们得到了49.20分 占据第一的位置 不过炼俊杰和任倩在第一跳的时候 完成的就会更加好一些 这一跳他们得到了52.20分的高峰 逆转占据第一的位置 结果炼俊杰和任倩在第二跳的时候就爆发了 这一跳不管是顿做同步 还是露水他们都做的非常到位 这一跳他们得到了55.20分的高峰继续零跑 不过在第三跳的时候 任倩在露水水花画面并没有压住 这一跳他们只得到74.70分继续占据第一的位置 而英国组合在第三跳的时候 完成的中规中矩 这一跳英国队只得到70.20分 排名下滑到第五的位置 在第四跳的时候 虽然水花画面依旧还是没有控制好 但是凭借着过硬的同步技术 这一跳炼俊杰和任倩得到了85.40分的高峰 继续鼓舞自己第一的位置 而英国组合在第四跳的时候 得到了76.80分 排名已经上升到第二的位置 前四轮截住 炼俊杰和任倩已经领先第二的英国组合 近24分了 结果随之炼俊杰和任倩在最后一跳中再次爆发了 这一跳他们俩完成的无可挑剔 这一跳他们再次得到了85.40分的高峰 其中有一位裁判忍不住打出了满分10分 最终炼俊杰和任倩以总分352.98分无需力夺过 而英国组合陆后近30分获得亚军 全场一股无跳 炼俊杰和任倩就以他们精湛的技术一路临跑 并且还为我们奉献了一个满分10分的动作 要知道男女起跳的高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动作想要做到同步是很难的 更横况还拿到了满分10分 可见炼俊杰和任倩完成的有多么完美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看见体育赛事有我大手相伴 我们下期再会